我們請黃委員國昌質詢 巡答時間為30分鐘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謝謝院長 馬安 游慶 林院長 林院長 黃委員好 院長您好 辛苦了 謝謝 折騰了上個 這個禮拜折騰完了 今天終於順利完成了施政方針的報告 我想一開始 由於在我們目前國家所面臨的困境 蔡總統跟您在施政方針當中所提出來的 這個國家如果要有未來 我們就必須一定要讓我們的年輕人有未來 這個理念我非常的認同 所以在今天總質詢的第一部分 我先邀請院長跟我一起感受一下 臺灣年輕人的科技力 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我們來討論三個 讓年輕人有未來非常重要的主題 包括了世代正義 居住正義 還有勞工潛意的問題 所以先請院長 我可以允許我坐下來試這個東西 坐下來試這個好不好 可以可以可以 院長這樣OK嗎 可以 好 請您先按第一下 我想第一個問題 院長你有沒有看到有一個年輕人 被非常重的箱子 壓得喘不過起來 抱歉我現在操作有點困難 好 看到了 看到了對不對 我想這個就是您在施政報告當中 所揭示的世代正義 有關於年金改革 所得替代率的問題 台灣年金改革 特別是在軍公教的這一塊 所得替代率高達九成以上 這簡直是讓人難以想像 林子蔡總統他在他的五大社會安定計畫當中 其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目標 就是要打造一個永續的年金制度 讓我們這一代所造成的負擔 千萬不要把這個爛攤子 丟給我們下一代來處理 我想要請院長能夠具體的跟大家承諾說 我們目前有關於在年金改革 當然我知道你們要成立一個委員會 但是有一個基本的原則跟方向必須要先確認 就是讓軍公教的所得替代率 朝向OECD會員國的水準最少要往70%邁進 如果能夠進一步邁進60%的話 更能夠符合你們所揭示出來的理想 打造公平長久的年金體系 院長您如果贊成的話 是不是可以請您再按一下 好 我已經按了 好 第二個 牽涉到有關於的是居住正義的問題 在五大社會安定計畫當中 也曾經提出來 希望能夠打造20萬戶的社會住宅 然後讓我們的年輕人能夠有可以負擔的房子 朝子豬不用 子豬不買這樣的方向邁進 但是我相信院長您應該知道 我們的副總統 陳建仁副總統 在去年副總統辯論會的時候 曾經提出來 台灣所得房價比已經高達13倍了 跟OECD國家5到8倍的距離 距離非常非常的遙遠 那我們就更不用講台北市的房子 是讓年輕人高不可攀 因此在居住正義的這個主題上面 是不是可以請院長承諾 除了要打造20萬戶的社會住宅之外 就有關於房價所得比的比例 也朝向OECD國家的標準 我們盡努力的把它降低好不好 好的 好 請院長再按一下 你有看到有一個年輕人被13倍的房價所得比 壓得喘不過氣來嗎 有 好 請您再按一下 我們藉由政府的輔助 讓這個年輕人可以站起來 把房價所得比往5到8倍的方向邁進 健全不動產的買賣還有租人市場 讓年輕人不再為居住煩惱 下一個問題 也是蔡總統 她在去年競選總統的時候 所提出來的要保障勞工權益 我們目前的基本工資只有2萬08元 基層的勞工跟年輕人目前實質所得的薪資水準 根本就沒有辦法負擔起基本的生活 讓很多年輕人他們不敢結婚 不敢生小孩 我希望院長在任內 能夠具體的落實蔡總統 她所提出來的要制定最低工資專法 這樣子的政策宣示 那透過制定最低工資專法 讓我們國家的最低工資 能夠符合一個勞工 還有她受扶養的親屬 能夠滿足最低生活需要的要求 不曉得院長是不是可以承諾 我們會來訂定最低工資法 至於實際內容 是不是建議我們在訂法的時候 我們再來討論 好 我可以告訴院長 就是從去年在討論最低工資的時候 包括了現在執政的政府 民進黨非常多的委員 都已經提出來 按照我們現在最低生活費的計算 最低工資必須要達到26K 才有可能滿足我剛剛所講的那個目標 讓勞工跟她生活的家屬 能夠在社會上面 滿足最低生活的需求 我希望院長未來 就最低工資法擬定計算的公式 除了揭示 你在執政報告當中所講的 把這個像基準明確列出來以外 也可以滿足 讓我們在制定最低工資法制的時候 所要達成的政策目標 院長你如果願意承諾的話 是不是可以再請你按一下 好 我已經按了 好 謝謝院長 院長可以請您把這個拿下來了 事實上我今天在做這個總質詢的時候 本來是希望能夠跟院長用互動的方式 我們兩個具體的人用互動的方式操作 但是因為立法院這邊 在連接網際網路上面有一些安全性的考慮 所以我們必須要用兩台個別的機器做 但是透過剛剛那樣子 透過剛剛那樣子互動的方式 我要跟院長展現的就是說 在台灣未來整個產業發展的方向上 我們要脫離過去那種代工製造業 低產值的產業 促進產業的升級 以及促進產業的轉型 讓台灣的軟實力 讓台灣的人才能夠藉由他們的創意 跟他們的能力獲得更好的工資 只有這個樣子 我們才能夠讓台灣的年輕人進一步看到未來 那沿著這個脈絡啊 我想要繼續請教院長的具體的問題是 院長您知不知道說 以我們剛剛所在操作的那個虛擬實境 AR VR的產業 目前可以說是在今年 包括了Google 包括了Intel 非常多世界上面 有關於網路科技大廠 他們都鎖定要極力推展的方向 那按照美國他們的專業產業雜誌 所評估出來的 接下來會有1500億美元的產值 我想要請教院長 在你們所推動出來的五大創新產業的計畫當中 針對這個部分也就是不再過度的依賴 硬體的發展 往軟體的方向去邁進 院長你們有沒有什麼具體的計畫 跟黃委員特別報告 就是我們在我們的五大創新產業裡面 特別是有一個就是有關這個亞洲矽谷的這個規劃 那麼這規劃目的就是希望能夠迎合未來的這些 有些自動化還有一些這個Sensor 還有就是一些網路等等把它連結起來 亞洲矽谷什麼時候可以上路 亞洲矽谷其實我們已經在 已經有一些初步規劃 那這今天會有一些 國發會會有未來會有一些更具體的東西 這個一些構想 那麼地點我們也從一個 就是我們也不能說它是地點了 它是一個帶狀的一個區塊了 我們希望那個區塊裡面去吸引更多的人才 然後把這些就是 我們現在台灣已經有的這些軟硬體的這個實力 能夠充分發揮 那麼希望能夠在未來呢 能夠就是讓這個產業能夠起來 至於詳細的這個具體的計畫 時間點這點應該還沒有定案 不過如果需要的話可以請陳主委 來做一個更具體的說明 沒有關係喔 現在 新內閣才剛上路 我相信大家對你們有很高的期待 也願意給你們時間 今天是第一次的施政總資訊 我想到下個會期 我們再見面的時候 我希望院長 能夠提出來非常具體的時程 好 我們期待不要一個會期 我們就能夠把亞洲矽谷的一些想法 都能夠做得更具體 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進一步要提醒新的執政團隊 我們過去曾經走過的路 犯過的錯誤 就不要再發生了 包括了我們過去 所曾經推動過的兩兆雙星 包括我們過去 所曾經發放的消費券的政策 我相信這兩個具體的政策 從事後的performance 跟很多人的評論 都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過去到底犯了什麼樣的錯誤 新的政府提出來了五個大的創新產業 希望往那個方向去邁進 這件事情 我個人以及時代力量是認同的 但是我們希望政府在推動這些施政的時候 不要流於口號 台灣的社會已經聽了太多的口號了 我們希望看到的是實際的作為 實際的措施 實際的效益 那當然任何的評估 在一開始的時候 跟事後的檢證總是會有一些落差 這個我們也了解 但是我們更關心的事情是 政府在進行每一項施政計畫以前 是不是真的有做好評估 是不是有真的做好計畫 以及從過去的錯誤 學到了什麼樣的經驗 讓未來政府在施政的時候 能夠少走一點冤枉路 代表的就是幫全體的納稅人 多審一些納稅錢 不要辜負國人對新內閣的期待 謝謝黃委員的指教 我想您提到的 我們都會特別注意 公共政策 當然大家會有不同的意見 但是我們一定會盡量讓它的執行是有效率的 我們現在是不是下一個問題可以請勞動部的部長 你是否有效率的 對嗎 通常都會問的 冬天 不喜歡 有效率的